这位70后妈妈的教育方式完全值得所有人学习 她是四川青鹰飞舞者文化遗产传承人 为了她所热爱的曲艺事业 等到39岁才恋爱生子 但这一切对她来说都不能算得上是问题 我谈恋爱都很晚 结婚也晚 生孩子也晚 可能还是跟四川青鹰喜欢这个事业 被耽搁了吧 可能个人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从来也不是问题 于她而言 往后晚遇更像是一种优势 因为她觉得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过后 这反而能让她在孩子的教育上不那么激躁 现在看来每一步都是对的 成熟嘛 我觉得 你包括像我对孩子的教育生晚一点 我觉得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急躁 所以每当她发现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 也不会立马苛责 反而是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寻寻善耀 甚至还从来不会支持孩子对她的顶嘴 对她看来孩子还嘴的时候是能有自己的思考的 将顶嘴变成一种辩论 也是对孩子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排养和锻炼 她要给我顶嘴 从来不支持她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 她在怼我的时候 我得听她还的有没有道理 你哪说的不对 我要跟你讲一下 我要跟你辩论一下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多年的曲艺生涯 将会了她为人处世的重要性 所以即使她平时对孩子再宽容 到了这一方面也会变得异常严格 学艺术一样 学艺先学做人 我觉得三岁之前啊什么 比如说吃饭 到现在她都是 大人不动筷子她不能动 这是规矩 对于自己的孩子 她唯一的规划 就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 且善良的男人 正因如此 在孩子的学习方面 她也显得十分佛性 从来就不会给孩子帮任何的课外辅导班 毕竟比起分出来 她更在意的是孩子的努力 说算孩子的姥姥一直很着急 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她也依旧态度强硬 不愿让孩子深陷内绝浪潮 你像我妈妈她就听见别人这个孙子也在学 那个孙子也在学 我说满满不学 我闹得真的很不开心 然后说你不要管 我教育出我的事 为了让孩子能开拓眼界 培养孩子和不同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她即使再奔波老泪 也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 对她来说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 每个家长都应该花时间多观察 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所在 我觉得应该是我更花更多的心思 更多的精力去观察我的孩子 她有什么样的天赋 她对什么样的事感兴趣 作为家长你提醒她 你这方面挺不错的孩子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而孩子也应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虽然自己十分热爱权益事业 但绝对不会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复制品 或者是附属品 我不会去很强迫我的孩子 去做一件我想做的事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包括她的思想 她的生命 她不是我人品和秦开荣的复制品 和老一辈人的观念不同 她从不觉得孩子生下来 就是为了给她养老的 只是还认为 以后去养老院生活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没有想过 所以对于这样的教育理念 你们又觉得是否可行呢